為甚麼我在工作都要去問這件事呢 第一 受屈的是我的同事 我同事拿著的記者和我是一樣的 他的權利這樣受到不合理的侵犯的時候 是否我們所有公司同事都會這樣受侵犯呢 這是我擔心的 還有警方是發599G 是他們的法定責任 他使用法律的時候那個粗疏度這麼高 我們很怕那方 還有那個問題是同事告訴我 他提到記協證 而事實上記協證 警察通例又把記協證剔除了 那你喜歡的時候就把我們剔除 你喜歡把我們告的時候就說沒有記協證 就說是一個罪名 對記協證就很不公平 各種種原因我都覺得 是要問清楚究竟 我亦都沒有去追究那一刻是誰是錯的 我就想知道 我以前那一代BTU是哪一代 讓我有一個譜 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剛才提到記協證的修正 那個更新應該說 其實他們都說 你只要在那個system裡面登記了 那你們立場本身是system裡面的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呢 是的就是我們system裡面 他本身就是知道我們一定是認可媒體的 他是不可能發這個告票給我們的 那他都發了 那你真的犯了一些錯誤 如果是這樣 那大家為什麼要去新聞處登記呢 當然今天都不會再爭 究竟當初登記這個制度 這個system的時候 其實目標不是這樣的 但怎樣都好 總之你說這樣叫做認可 那我們可以說 就是聽話了 就犯了 但是你都這樣去處理 那是說不過去 那你們接下來會採取什麼行動 我們都跟TBRB聯絡著 我想是可以處理到的 那 就是有些警察部門是他們是比較 就是明白事理一些的 處理到的 那我有信心處理到 但是 就是每天在地 我們在做事的時候 就是會面對PTU 那他們怎樣執法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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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